塔里木河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河,全长于2376公里 作为新疆最重要的一条水系,不仅养育着南疆地区超过1200万的人口 而且也是历史上众多大漠文明的发祥地 塔里木在维吾尔语中为无江之马的意思 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腹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边缘 塔里木河正远发自于世界上山岳冰川最为发达的卡拉昆仑山脉 呈弧形走向注入东南端的台特马湖 塔里木河分为主干道和上游的四大支流 支流分别是阿克苏河、喀什嘎尔河、伊尔谦河以及河田河 其中河田河上游又分出了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 尤其伊尔谦河的上游还流经世界第二高峰海拔8611米的乔格里峰 而且这几大支流的末段全都汇集于阿克苏地区的阿拉提县 然后经塔里木河主干道流向下游的台特马湖 塔里木河主干道全长约1249公里 一开始的时候是向东注入了塔里木盆地内海拔最低的罗布泊 后来由于人类的影响以及河道的堵塞 最后才人为的改道南流汇入了现在的台特马湖 这也间接导致了罗布泊的干涸与消亡 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楼兰谷国同样也是因为塔里木河的堵塞或者水量的减少 而突然消失在茫茫的沙海中 塔里木河的补给主要来自于冰川溶雪和雨季降水 而根据史书记载 历史上的塔里木河曾有九条支流汇入组合岛 流域面积高达102万平方公里 比黄河的范围还要广 当然除了我们提到的几大支流以外 还有开都河、乌伊甘河、克里亚河等一些短小河流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南疆大大小小的绿洲 几乎全都是因为这些水系而形成并且湿热了起来 只是上世纪中期以后 由于自然环境以及人为的水力开发 塔里木河的汇入支流仅剩下阿克苏河、伊尔谦河、河田河、孔雀河四条水源 而且孔雀河原本也是注入罗布泊 但随着农业用水的增多 后来也就出现了季节性断流 大部分时间汇入了塔里木河的大西孩子水库 而喀什嘎尔河虽然现在也有排水通道通往塔里木河 但因为用水需求 所以河水几乎被截留在了上游的阿纳库洛水库 包括且末的赤尔城河 也由历史上注入罗布泊而断流到现在的台特马河 所以对于现在的塔里木河水系 也就只剩下了寺院一干的打质格局 历史上的塔里木河河岛经常改变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水系特点 而根据史书记载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曾经还出现了塔里木河南北两支的河岛分布 尤其古代生活在这里的城堡 因为对于水源的依赖 所以城市的位置也都会随着河岛的改变 或者来回迁徙或者销声匿迹 好了我是阿星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